上半年跟現在差7公斤 有些人去游泳池 看到我自己 這樣真的不行 太難看了 我大兒子現在很高 他其實有點肉 那我小兒子比較瘦 他每次看我們兩個 欸 兩個胖子 然後去游泳池 他在外面拍我多次 你胖子 好胖 郭忠康去關島報肥7公斤 被兒子拍杜扇笑是胖子 先恭喜康哥 謝謝 從來沒想到這件事 陀宗康今年以山里 來了熊孩子 入圍金鐘舞酒 意志及時進節目主持人獎 恰巧和他先前參與過的 亥營業中對大 因為去年底 和老婆陪兩個兒子去關島念書 分身乏術之下 只好退出營業中班底 其實我覺得誰得都一樣 只是說對於這一年的努力 跟辛苦得到一個 好像被看到的感覺 因為那個節目我也參與過 是 那我其實也蠻高興 被你熊孩子入圍 他們後來就不是幫我取了個名字 叫麵包超人 你看哪一個卡通人物 一大超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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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天 就是入圍的事情 公佈之後 他們其實有傳東西給我 麵包超人 恭喜你 然後還寫麵包超人 很想念你們啊 什麼什麼 身為節目中大小朋友 輔導獎的康哥 也有自己一套育兒金 希望讓孩子多接觸大自然 所以讓兩個兒子在關島念書 並在當地致產 一個是七年級啊 七年級 一個四年級 你小孩關島書可以貴嗎 還好 沒有台灣貴 你台灣便宜 嗯 有便宜三分之一嗎 半 我喜歡他們的讀書環境 是比較貼近大自然一點 嗯 沒有一定要刻葉春節 多好多好 就不要太爛就好了 嗯 就你不要什麼兩分三分那種 那有點過分了吧 我比較希望他們跟大自然一起 因為小孩子人生只有一次 對 你要讓他小時候習慣大自然 像我 我很喜歡Outdoor 你看我從以前就很喜歡潛水 然後看我看我 我也希望他們跟我一樣 像很多小朋友曬太陽就很痛苦什麼 我小孩子就不會 我還要去他們 我說欸不是 我們已經游了四個小時 我們可以回家了 上半年一家四口在關島 生活似乎過於滋潤 康哥透露去年胖到86公斤 還被兒子調侃身材 上半年跟現在差七公斤 就是太爽啊 在關島每天就是 就下午咧 來個啤酒吧 海邊我喜歡在海邊喝啤酒 什麼都吃啊 每天都吃什麼牛排烤肉 有一天去游泳池 看看我自己 嘖 這樣不行 太難看了 你說肚子那一圈 對 我大兒子現在很高嘛 他長到一七二 對 然後 他其實有點肉 但沒有我那麼胖 那我小兒子比較瘦 他每次看我們兩個 欸兩胖子 對然後去游泳池 再拍我肚子 你胖死了 好 那是多久沒瘦下來 三個多月吧 我的養生就是 定期運動吧 然後 吃的東西稍微冷靜一點 每天要 大概運動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乾营 5 6 7 8 6 7 8 9 8